9點28分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我是主持人蕭童文 而今天大家一定要看的原因是 我們除了請到投資達人到現場教大家如何 開始在下半年好好的投資布局你的股票之外 最重要的是今天他要送一本 他非常暢銷的書給大家 讓我們一起歡迎投資達人雷浩斯 哈囉大家好 雷浩斯今天要來教大家九大指標選股法 而帶來的這本書呢就是 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河選股秘密 那這本書而且還會有雷浩斯的親筆簽名 上次我們要送雷浩斯的書 我不得了我們Facebook的那個活動 又那個再次的暴動留言抽獎活動 那等一下晚一點11點半之後 請大家在就是繼續在生活同樂會的臉書 粉絲專頁上我們會來抽出雷浩斯的這本書 要送給大家一起有他的親筆簽名 好先來講一下這個雷浩斯 現在是一個投資股票的好時機嗎 我們覺得時機這個東西有市場時機是非常難抓的 老實說是一個很難抓 如果你講現在 現在你要講的話呢 有點像是大家在股市就是一種跟實體經濟脫鉤 也就是說實體經濟很差 但股市一直上去 因為美國聯準會撒太多錢的 對那這麼一來 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為什麼我感覺好像說明明景氣很差 然後股市一直漲 那到底可不可以買可不可以追 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們可能還在稍微再觀察一下 稍微再觀察一下 因為在我們端午連假的時候 美國股市就開始跌了 然後美國開始對疫情產生一些影響 之前是早有越多的壞消息股市就一直上漲 對然後一大堆失業的人在家裡 然後開始每天當充股票 拿失業補助金 那是美國的狀況 台灣聽說也有啦 但我不鼓勵這種短期行為 也不鼓勵這種拿補助金去做這種股票這種行為 我比較支持的是長期的投資 然後買好公司 長期穩定持有最好的公司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這種九大指標選股法也是找出最好的公司 而且我上次來小主播這個節目之後呢 當天當天我的書在伯克萊就賣到缺貨了 就是非常感謝耶 超感謝的 我們又再次的締造了這個家機喔 真的我們很多作者都這樣 像你是你上次來還是第一小時對不對 也是九點到十點對不對 對對對我們有一些是十一 十點到十一點的作者來 來的時候是參加我們第二小時的這個來賓 然後十一點結末結束 就十二點就第一名 就是就是唱超朋友的第一名 沒有因為我們的這個 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的來賓真的都很厲害 都很棒 我們都一時之選啦 我們的製作人精心挑選過的來賓喔 就像雷浩斯對不對 第二就是這些是真的對大家有幫助啦 他們才會不然的話你看你說 講股票書這麼多對不對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是會看 那雷浩斯講的東西如果大家聽得懂 尤其是我要跟你講喔 因為我們節目的這個 TA 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或者是媽媽們 那我覺得就是可能不是說專業的投資者 有一些財經節目的收聽的群眾 他可能就是專業的投資者 所以上次雷浩斯來說 我就有跟雷浩斯說 因為我們不是財經節目 我們平常也沒有固定在談財經 但是我就是希望偶爾能夠給大家一些 他們能夠理解 應該這樣講 我能夠理解的 他們大概就能理解 因為我能理解的不太多 我對於這種什麼股票啦 投資的理解力真的比較弱一點 所以如果他能夠講到 我都聽得懂的話 那各位我相信你們一定聽得懂 另外就是 如果你會覺得天啊 這根本就是小兒 這是幼幼班 那也請你忍受一下 你要知道幼幼班的人還蠻多的 並不少 好我們先回到這個 今天的主題 雷浩斯九大指標選股法 第一個你 因為為什麼我剛剛問你 是不是投資的好時機的原因 是因為你第一句話就想 選定時機 然後等比例買進九大指標組 所以我才問說 現在是不是一個時機 但聽起來應該是說 現在是一個學習的好時機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 同時間在觀察 之後也許就可以方便出手 那這九大指標組 到底包括哪些 我們現在就請雷浩斯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針對這九大指標 我們要先講觀念 觀念 第一個是你要找到 賺錢效率高的公司 所以我們要使用 ROE這個指標 然後你要找長期表現良好的 所以我們挑一個五年 五年平均 ROE大於15 這就很棒了 然後再挑一個 近一年大於20 表示今年表現比過去五年好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是 營業利益率一年大於10% 這表示他在做生意的時候 100塊的一個營收賣東西 本業賺了10% 這表示他利潤率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挑 這是第一個是賺錢的效率的指標 好 九大指標前三個 第一個 五年ROE大於15 近一年大於20 然後營業利益率 近一年大於10% 這三個是賺錢效率的指標 ROE是什麼 ROE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就是用本金做生意淨賺的 如果你今天我們開一家公司 本金是100萬 我們假設嘛 然後到年底淨賺了20萬 扣掉所有費用淨賺20萬 那你的ROE就是20 那表示你的賺錢的本金 做生意這個本金 每年以20%的速度往上增長 如果你可以做到 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 那五年就三倍了 哦 五年三倍的話 十年就是三乘三 就是九倍 嗯嗯嗯 那二十年呢 二十年的話就是 九乘九就是八十一倍 嗯嗯 這個速度的話是巴菲特早期 早期他在合夥事業的時候 他的速度就是這個樣子 哦 對 所以這樣懂了 這樣懂了 這樣子很好理解 所以第一個 近五年ROE大於15% 然後近一年大於20% 表示他今年 比過去五年表現還好 對對對 然後營業利益率 就是你本金賺錢 你做這個生意 本業賺到的那個利潤 但他還沒繳稅嘛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先用稅錢來看 因為各公司稅局可能不太懂 然後也有一些 國際企業有一些業外 那個太複雜 我們就你只要講 本金做生意 假設 假設我賣這個書 我可以淨賺10% 這就是營業利率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三個前三組是賺錢的一個能力 好 所以這個第一到第三 這個三大 頭三大指標組 大家已經聽清楚 這我已經聽懂了 好 第四開始 好 第四開始 是五年 每股自由現金流大於零 然後近一年 自由現金流大於快錢 還有 第六點是 營業現金流對盡利的比率 要大於50% 這三個來講是 賺現金的能力 因為我們做生意有時候 你可能會有存貨進來 然後你賣出去人家開支票給你 那就有營收賬款 那你現金可能沒有進來 所以這三個指標指的是 賺現金的能力 那你只要一直收進來都是現金 那就很OK 像前面前三個講的是賺錢的效率 但是有可能 現金還沒收到啊 對 那所以後面指標 我們找的就是能夠大量進現金 也就是說你要找現金製造機 一台印鈔機 對 後面那三個就是印鈔機指標 嗯 好 所以這個是456 對對對 近五年每股自由現金流大於零 近一年每股自由現金流大於一塊 沒錯 銀業現金 對淨利的比率 近一年大於 近一年大於50% 對 銀業現金就是你賺到的現金 嗯 淨利的話是你賬面上賺到的錢 但是有可能印鈔賬款沒收回來 嗯 或者有一些資金被存貨 那個給壓住 嗯 所以銀業現金是收到現金 現金比較多 比較重要 嗯 嗯 好 所以這是現金指標 好 所以這個 123跟456 雷浩斯剛好已經做了一個分組了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 九大指標組還剩下三個指標 對 789的指標裡面 第七點是喔 董監事持股要大於10 因為我們希望說 老闆跟你利益一致 所以董監事持股要夠多 老闆自己在公司的持股要夠多 嗯 再來是董監事職壓比要小於10 職壓比就是 老闆把股票拿去抵押借款 那可以的話 盡量希望不要有這種狀況 嗯 因為拿去 就代表他缺錢 那通常這種狀況 也有可能是 他把自己的錢管得不好嘛 所以你在看董監事職壓比的時候 你要看是 是不是現在的管理階層的那個人 拿去職壓 盡量不要啦 那有一些 董監事其實他不是管理階層 他可能是大股東 那他去職壓是他的事情 這個都還可以接受 嗯 那就是不要是經營者就對了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是經營者本人去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會擔心他是不是 現金 自己的錢管 對 然後有什麼問題 公司的錢管就好嗎 嗯 這就是比較令人煩惱的地方 對 好 再來就是 呃 喪屍鬼時間要大於5年 對 因為你知道那個很多人都會 擔心一件事 很多人講說財報會作假 嗯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可以作假超過5年 嗯 對 超過5年是 很稀奇的一些 真的嗎 真的真的啊 在我看到的狀況來講 有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咖啡的 喔那是瑞幸咖啡嗎 對瑞幸咖啡啊 嗯 我覺得那個那個中 因為入股的報表我沒看過 對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符合我這個指標 但在這個指標的狀況下 你要維持5年作假這個指標 有點也是 滿難的 滿難的 對對對 那當然作假財報是很多 可是喔 財報這個東西喔 它是有三個報表組成 你的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跟現金兩樣表 嗯 你作假一個項目 嗯 一個項目縮起來 另外一個地方就會突出來 因為它會平衡 對 或者你要讓一個項目變多 隔年就要從另外一個地方去塞它 所以它一定會產生一些不平衡的狀況下 那如果你可以攤開5年的方式來看 就OK 像巴菲斯他在收購公司之前 他會說請你寄3年份的報表給我看 他就一口氣比較3年份的報表 這樣他就可以了解整個公司的狀況 因為你要完完全全的 作假超過5年實在是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嗯 OK好 好接著 對我記得日信也沒有那麼久 因為他那時候有講說就說 好像是在1年多前還是2年前 就曾經有爆發出就是疑似 有什麼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沒事 然後後來才有爆 所以應該是不到3年的時間 就是第一次被人家發現有問題 應該是不到3年喔 所以 就是不到5年啦 對所以這個這個確實有可能 好所以這個就是雷浩斯的九大指標選股法 那接下來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怎麼樣用這樣子來選股 那怎麼去設定等等的 那我們再解釋一下喔 像台股有1700多檔 你用九大指標來選喔 在每年的年報出來 年度報告 年報出來之後 你選他 像我今年篩出來的話是35檔 那我們就假設一件事 你用100萬去買這35檔 你就等比例下去買 所以一個可能買大概2-3%左右 OK好 那隔年擺一年之後 你再用九大指標再塞一次 有的會出來 然後有的會消失 對那消失的你就把它賣掉 然後換新的進來 再擺一年 這樣一年你只買賣一次 一年只買賣一次 所以其實是很簡單 因為中間什麼事情都沒做 你可能會領到股息 然後領到現金股 然後你買了之後 你中間也其實也不用去看他 你就直接給他擺一年 對 因為我這個方式 我用資料去回測的話 以這樣子 13年的一個績效是 蠻不錯的 13年的績效是 262% 也就是說你丟100萬喔 淨賺262萬 那同期的話 你去買台灣50嘛 台灣50現在很多人都會買 對 因為好多人又在講啊 台灣50啦 或者是 有人說很懶直接去投資ETF 對 如果你是用台灣50來算的話 同一期間台灣50的報酬率是 是188% 那九大指標組的話是 262% 所以是贏過台灣50 喔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自己去選的話呢 你一年買賣一次 那你自己做這樣的一個選股 那績效一定要比台灣50好 要不然都要做這件事情沒意義 對 因為你長50可以擺著不放嘛 對對對 所以你除非你績效比較好 你做這件事情才有意義 而且他其實績效好喔 還蠻多的 好蠻多的 欸那我問一下喔 你這個13年級要是你去用數字來比對 還是你自己其實從13年前就開始這樣做 呃我績效比這個好 啊真的齁 對因為我看到他書上有一個 中間的這個叫做買進優化組 對對對 好我先跟大家講齁 在這個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 《護城河選股秘密》這本書的第53頁 有一個圖表 他就是從2005年到2017年 這是連續13年 他用九大指標組 跟買進優化組 跟台灣50的報酬指數來做的比較 那剛剛就說 如果是以九大指標組 也就是剛剛透過他的這個九個選股的方法 去篩選出來的35檔 對不對 你說大概是35檔 對對對 今年是35檔 今年是35檔 每年會不太一樣 對每年數目會不太一樣 去年45檔 喔好 那這樣子去篩選出來 然後每年做一次投資就好 對 然後他每一年2005 2006 然後你就會看到在九大指標組 他的數字就是一直 累加 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他當然有一年可能 他有可能會下來一點點 對某一兩年可能狀況比較差 對但是基本上還是賺的 以跟你當初投資來比 九大指標組 到了13年的績效是262% 對對對 那剛剛說台灣50是188.6% 對對對 但是中間有一個買進優化組很可怕 這個數字是九大指標組的兩倍 也就是說齁 你用買進優化組 都要報酬率是542% 也就是說我在13年前我拿100萬出來 然後每年做一次整理 也不用再丟錢進去嗎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那100萬嗎 對 然後淨賺5.4倍 淨賺5.4倍 淨賺 淨賺喔 就說100萬不算 成本不算 可是我賺 我最後13年之後 我累計到的 算到的錢是542萬8千多塊 對對對 也就是說加本金 然後就642 對啊 欸這個投資本手率好高喔 這個買進優化主要再解釋一下齁 九大指標組 假設我們今年跑出來 然後是35檔 這個35檔你排在一起喔 你不管它貴或便宜喔 你不管它貴或便宜喔 你不管它貴或便宜 你都等比例買才是那個樣子 但買進優化主的重點是 我們把很貴的刪掉 因為很貴的你去買它成本就高 對 然後太便宜的你去買它也有問題 因為如果太便宜的話 代表它基本面產生一點點弱點 所以才開始正在往下 所以呢你把頭跟尾去掉 留下中間的 本益比15倍喔 本益比是一個估價 你只要知道本益比15倍是合理就對了 所以你把本益比15倍 往上跟往下喔 挑10檔 也就是說今年的35檔 我們砍掉25檔只留下10檔 合理加10檔 然後一樣每年只買賣一次 明年你也買得合理加10檔 後年你也買合理加10檔 然後這樣子重複13年 重複13年出來的一個報酬率喔 就是542% 那這樣講的話 這個買進優化組的風險有稍微高一些嗎 沒有啊 因為 那為什麼不直接教大家買進優化組就好了 因為你要先有前面的基礎嘛 我們是按照順序先從基礎嘛 對不對 先從幼幼班開始 再上小學 對對對 欸有道理欸 所以你說你的績效比這個九大指標組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其實可能就是用買進優化組的方式 在做一個投資組合對不對 跟巴菲特講合理加買入好公司嘛 對這樣子 欸我覺得不難欸 而且但有人說他不會看啊 比如說他沒有辦法篩選出這35檔 就這九大指標很麻煩 喔沒關係喔 在我們這個書上面 有嗎你有教大家怎麼去 在這裡的第56頁 第56頁就有 我們有一步一步教學 哇賽 而且你是用免費網站去一步一步做的 對所以你用這個方式一步一步教學就有了 對按照步驟全都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網站對不對 對對對財報狗網站 而且他是免費的 這個功能是免費的 所以你使用免費功能就好了 我用這個九大指標挑出來 都是有免費功能 所以你今天說我不用自己去看 我等要設定進去之後 他全部就會自己跑出來嗎 你設定完之後呢 他有一個按鈕叫做開始選鼓 然後一按下去之後他就會跑出來了 然後包含那個買進優化組怎麼設 我們在這個步驟也有教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跑出來了 哇 所以這個是在雷浩斯的這一本 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河全股秘密的 第56月到第60月 對因為我們有一步一步 截圖教學 就是截圖教學 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我們平常有的時候就是 比如說啦比如說像我上禮拜五有跟大家講到 最近有蠻多人APP被一些比較不這麼誠實的APP給騙了 就是你可能看到他是免費試用下載 就一下載莫名其妙你就被扣錢 你要怎麼去退款其實是可以退款的 就像我就是跟這個 Apple就是的這個開發商 就直接跟Apple去申訴 但是有些人就不知道要去哪邊幹嘛 你知道在網路上就有很多達人教學 他會一步一步給你截圖 然後告訴你從哪邊按進去 然後下一步你就會進到哪邊 基本上雷浩斯就是把這個網站 你可以做這個九大指標組 一步一步截圖告訴你去哪邊設定什麼 比如說第一個是 我們先教怎麼設九大指標 怎麼設九大指標 再來就是設定財報數據的條件 就像剛剛講那個九大指標的五年ROE 那你在網站的哪個地方點哪個按鈕 你才找到 按照那個按鈕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照順序把九個按鈕的位置都告訴你 對然後再來設定安全性的條件 這就比如說大於多少 對像那個自由現金流跟盡力 還有董監事持股這些 然後第四個步驟就是 買進優化組裡面 我們剛剛講要用本益筆嘛 所以我們先設一個本益筆的條件 設下去 然後讓你能夠把 剛剛選出來 例如那35檔 按照貴到便宜 然後擺好 然後你就把頭跟尾去掉 留下中間就可以了 好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能做耶 如果你是初學者都不懂 你先按照我那個步驟下去做 你就可以篩出來了 這不會有賠錢的時候嗎 當然有啦 一定會有 所以 投資一定有風險對不對 不管什麼 什麼投資都有賺有賠 是不是這樣 那你在做這十檔裡面 可能會有兩三檔賠錢 那可能有其他賺很多 有的可能打平 所以加加減減 然後重複十幾年下來 就是會進賺了 如果有人說 我沒有辦法看到十幾年 我如果就是這個近五年內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大概可以的獲利是多少 其實你要再想一件事 我們現在回想 不要講五年 我們回想四年前 四年前的一月 2016年一月 那個時候 股市大概多少 大概是八千 那今年的一月呢 是一萬二 也就是說在這四年之間 其實股市是上漲了 百分之五十 四千點是百分之五十 對 那我們先假設一件事 如果未來四年跟後四年 都維持一下報酬率會如何 那你買台灣五十 可能會有五十%的報酬率 我們假設嘛 假設四年後 也上漲了五十% 我們假設 而且我剛剛講的那個 還沒算股息喔 加計股息的話 報酬率會更高 對對對 那接著我再從裡面 找九大指標的報酬率 是會比他們更好 對 你要分好年冬跟壞年冬 對 那這幾年可能是好年冬 我們就要找到 表現的比他更好的 對 那這麼兩年的報酬率 只要能夠贏過這段時間的大盤 那我想就是會不錯 那如果大盤差的話 你的報酬率可能沒那麼好 那你只要贏過大盤 就算是表現良好 其實我如果看 雷浩斯書上的這個表格 最明顯的就是 2012到2013年的一個落差 對 以2012到2013年來說 前面大概都是比較 也啦 也有的是 最糟糕是2008 對 2008年是因為 07到08的時候 因為08有海嘯嘛 所以那時候你報酬率一定腰斬 對 這很正常 你一個做多的報酬率一定是腰斬的 但是還是看長期 但是不能說 這就是我們講 為什麼我以前會買股票 買一支股票 然後報酬到最後 就在2008年那時候變幣質 因為我從來沒去動過他 然後我也沒有去研究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 但是其實至少 就算不是每天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人 是不可能每天去看股票 可是很多人每天去看股票 我們這一棟 好多人都每天看股票 我每天早上都跟很多那個 很多專業投資人一起上班 你知道嗎 我們都一起坐電梯啊 然後我就覺得 哇塞他們好厲害喔 他們是要拿 就穿著拖鞋 然後拿著名牌包當菜籃 然後就 就在 都在同一層下車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想 我好想跟他們一起走進去 看看他們到底在幹嘛 好 我沒有這個時間對不對 對大部分我的聽眾 其實也都是在辛苦打拼的上班族 但他可以用一筆錢 來做投資 但他可能又沒有辦法 有很高的承受的風險 然後也沒有辦法每天 其實每年做一次整理就可以 對對對 第一個是你不要用閒錢 第二是你每年做一次整理 你每年一年一次都我覺得很合理 很合理啊 第三個是 太合理了 對很合理啊 第三個是你 我們把這個人家 這個至少分散到十檔 在這十檔而且又很好的公司 那當然你或多或少 某幾個會有一點點問題 這是一定的 但是其他好的會把它填補過去 再以我們這個條件下去 其實已經算蠻嚴格的了 對 所以以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整體來講是蠻不錯的 像我一些親戚我表弟 他就完全按照我書上的方式在做 在賺他自己的錢這樣子 好 那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帶我回來再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方法喔 那當然可能比較適合什麼樣的人 我是認為就是適合 適合沒時間的人 蠻適合 然後最後再來講講有哪些地方 是需要注意的 當然我們今天還要抽書送給大家 等一下來看看 想一下題目 休息一下拿回來 好 大家先聽到的是 最近非常常出現在 我們電台的歌曲是 蕭敬騰演唱的喉嚨喔 要再講一次 每次我都要講 不是我們講話 親喉嚨那個喉嚨 是猴子的牢籠的喉嚨 那這個在籠自己是最不好的 尤其是股票最怕就是被套牢 所以雷浩斯告訴我們 一年要做一次總整理 那照著雷浩斯教大家的九大指標選股法 在他的這本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河選股秘密裡面 除了很清楚的講之外 他也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怎麼可以運用一些財報 一些投資的網站的功能去做 這個把它選出來 那剛剛也講到了他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其實比較適合忙碌 然後沒有時間自己去 一直不停的去看股票的人嘛 對不對 那我還是要講就是 接下來 因為前面低點已經 今年低點已經過了嘛 那接下來這個時間適合投資嗎 或是你怎麼看下半年 其實喔 股票永遠是有期有落 永遠是有期有落 不可能永遠漲 也不可能永遠跌 對他一定是有期有落 所以 如果你可以把 進場時機抓到一年一次或兩次 那可能像前半年你有沒有沒進場 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下半年 有沒有什麼一些不確定性 其實最重要 市場不怕壞消息 也不怕好消息 怕不確定 對當不確定性的時候大家就會遲疑嘛 所以市場怕的是不確定性 那你在不確定性出現的時候 股市可能就會那個 沒有信心的人就會離開 留下有信心的人 那時候股市就會暫時性的下跌 你就在這個時候去買 好 下一次喔 再請雷浩斯來的時候 就要講後面更有趣的 因為他後面講到是說 前面教你怎麼選股 後面要教你怎麼看老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報導 其實有的都是用錢買來的 那這些不見得是 你能夠參考的 那我們期待下一次的雷浩斯來 ещё勞 乾杯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